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4月4号 现在是下午4点 我是严芳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3月30日 四川梁山牧里县 今天发生森林火灾 夺走了30位救火英雄的生命 今天上午 牧里森林火灾铺救中 英勇牺牲劣士悼念活动 在西昌市举行 西昌市人民政府 将今天定为哀悼日 经国务院批准 西昌市牧里县将半旗 向在铺救火灾中牺牲的 30位英雄致哀 在西昌市中心的火把广场上 当地数千群众纷纷聚集到这里 为牧里森林火灾中牺牲的英雄们 送行告别 现场庄严肃木 哀悦低回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30名烈士一项 两侧摆满了各族群众 敬献的花圈花篮 上午10时40分许 悼念活动开始 请全体树立 向四川雾里森林火灾 呼救英雄牺牲 烈士莫哀 全体现场人员 为牺牲的烈士 树立莫哀 表达对逝去英雄的 阴阴追思和深切怀念 四川墓里森林火灾 造成27名森林消防队员 和3名地方干部群众牺牲 悼念活动上 分别宣读了应急管理部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平定烈士 追记一等功 追认中共党员的批复和命令 今日在浙江龙泉市青瓷博物馆 展出了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上 打捞出来的 68件龙泉青瓷珍品 这批沉睡海底800多年的 龙泉青瓷 第一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 世界青瓷之乡 参展的68件龙泉青瓷器型 以碗盘为主 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 这次作为我们龙泉青瓷 归原展的68件龙泉青瓷 也是代表了我们南宋早期 我们龙泉支持的一种最高的一种 一种记忆吧 龙泉地处浙西南 800里欧江历来是其水上交通要道 曾是海上丝绸之路 特别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节点 2007年南海一号宋代沉船打捞出水 发现了大量的龙泉青瓷 再次证明了自宋代起 龙泉青瓷就已成为中国 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我们目前出土的陶瓷这一块 大概在估算 初步估算在10万件左右 那么龙泉尧大概是在1万多 接近2万这样的一个量 这就肯定是证实了当初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所外销的这些陶瓷里面 龙泉青瓷占有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以及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近几年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制县 积极发挥长寿生态和民族特色等优势 全力实施美食驱动战略 全力打造全国康阳美食旅游目的地 大化瑶族自制县板生香 平均海拔高度900多米 当地出产的一种名为高山白玉鼠的红鼠 口感香糯 风味独特 正是由于它土味十足 目前在各大电商平台上供不应求 而过去白玉鼠大部分用来喂猪 白玉鼠的华丽转身 利于近年来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大化相继获得中国绿色食材基地 和全国生态食材示范基地称号 随着绿色生态食材品牌效应的逐渐形成 大化长寿特色美食应运而生 2018年共接待的游客突破20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25亿元 增长幅度均超过40% 国际方面 针对英国首相特雷沙梅2号称 将向欧盟申请进一步推迟脱欧 以争取更多时间打破当前僵局的请求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3号在欧洲议会会议上回应称 欧盟并不会宽限英国推迟脱欧更长时间 荣克还表示 随着4月12号脱欧关键时间点日益临近 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但他重申 欧盟将坚持到最后 尽可能阻止出现无协议脱欧 由于脱欧僵局持续 英首相特雷沙梅不得不在巨大政治压力下 做出让步 但是他与工党领袖克尔滨见面 并寻求在脱欧上达成 跨党派共识的决定 3号在英国议会内部 遭到了多个党派议员的质疑和批评 当天在与克尔滨进行单独会面前 特雷沙梅在英国议会接受质询 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凯布尔则表示 不理解为何特雷沙梅更信任反对党领袖 而不是人民 特雷沙梅寻求与克尔滨对话的决定 还遭到了保守党内部的反对 一些坚定的脱欧派保守党议员 指责特雷沙梅此举将脱欧决定权交给了工党 3号当天威尔士事务大臣保守党成员 尼格尔·亚当斯辞职以示抗议 此外 特雷沙梅政府托欧部议会事务副大臣 同样来自保守党的克里斯·西顿·哈里斯 也宣布辞职 当地时间3号下午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和工党领袖克尔滨举行了会谈 克尔滨在会谈后表示 两人的会谈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 双方在会谈中都没有拿出任何新的方案 钢铁侠的高科技飞行盔甲令不少人羡慕不已 而现在3D打印或许能帮你实现梦想 当地时间3号 由英国一家科创公司开发的一款 3D打印喷气式飞行服 亮相美国纽约吴卫号航母海空博物馆 进行首次公开飞行 这款3D打印飞行服 由英国重力工业公司制造 这家公司是发明家理查德·布朗宁 在2017年创立的 飞行服由3D打印的尼龙和铝组装而成 共有5个涡轮喷气发动机 两条手臂上各有两个较小的发动机 另有一个较大的位于背部 这些发动机可以使用多种燃料 3号当天 重力工业公司的添加剂设计主管 山姆·罗杰斯穿戴了新飞行服 并多次掩饰起飞悬停和降落 此次飞行中发动机使用的是柴油 罗杰斯表示这次飞行非常顺利 此次重力工业公司来到纽约 是为了参加一场以设计与未来为主题的峰会 由英国政府赞助 旨在展示英国在创新和设计方面的成果 北美国际贸易英国主管罗斯·艾伦表示 英国将展示在各个领域的长期创新 从长远来看 英国未来仍是一个投资贸易和做生意的好地方 设计未来峰会于当地时间4月4号在纽约举行 3号被称作世界上最独特的水下工作室 在比利时与大家见面 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这个为电影拍摄而生的工作室 有什么独特之处 这个空间极大的水下工作室 配有制造水中波浪和大风天气的相应设备 可以为任何有所需要的电影 带来完美的风暴场景 工作室还包括一个可移动的地板箱 可以自由潜入水中 此外 船或其他道具 也可以随时被吊起放入水中 工作室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对演员进行入水训练 本周三 工作室对媒体和投资者开放 并进行了功能展示 在一场表演中 男女主演遭遇了风暴 巨浪使他们的船翻覆 闪电狂闪不止 现场场景逼真震撼 该工作室有比利时弗兰德区政府 一个机构出资110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830万搭建而成 尽管这个工作室才刚刚在大众面前亮相 但据了解 瑞典导演赫登 已经于1月份为他的芯片 在此工作室取景 而这也将成为第一部 使用这个全新水下工作室 完成部分拍摄的电影作品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 清明小长假来临 4月5号至7号 北京首都机场将迎来客流高峰 预计将运送旅客75.4万人次 日均25.1万人次 保障航班4531架次 日均1510架次 另外北京首都机场 既在2号航站楼推出 行李送到家服务后 又于近期在3号航站楼 正式投入运营 凡在首都机场乘坐国航 南航 东航的国内到达旅客 都能享受到该项服务 旅客可以将行李票 或者是行李交付柜台服务人员 在办理相关的服务手续后 即可离开航站楼 工作人员会按照要求 将行李送至指定的地点 亚洲开发银行 3号发布的2019年 亚洲经济发展展望报告指出 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 但是中国经济势头依然增长强劲 报告还指出 尽管随着家庭收入增长下滑 消费预计将有所放缓 但是未来几年 消费仍将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号发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批年号参加 数 Tape